Hello 今天Jessica來到三鄉豪宅盤進景峰 你吻過我的臉 曾是百千篇 不太想 還有一天 夜雨中 找不到打算 讓我孤單這邊 一點鐘等到三點 哪怕與你相見 仍是我心願 我也有我感覺 難道要聰明 如已經不想跟我相戀 又決怎麽好猩猩的輕言 讓我一等再等 再等一天過你十回溫暖 正像雨點 痴戀難斷 如是開心 更是凌亂 我已經不想跟你支持 我有我的尊嚴 不想再受說 無奈我心 要變難點 到別再等 也未如遠 永遠在愛與痛的電源 應該怎麽決定天使 能做到我一段時間 得越無力都要再次延寧 明天只會送到地上 美人的信心 要不想到前面 我有送到獄 想到他牧場 好像可以買到獄 都可以買到獄 然後今天來看這個盤 因為之前有很多粉絲有拍的 但可能我們沒有過來看 我不知道其他同事有沒有拍 我是第一次拍這個盤 我就上來看看這個盤的價錢 看看它的戶型是否值得 現在它是沒有團友費的 然後低手付 等於可以做到零首期 然後低手付 聽說這個盤是非常漂亮的 就是整個三鄉 一個豪宅盤 我們馬上去陽晚間 現樓 現在上去吧 Hello 我是Jessica 現在來到三鄉盡景峰的 這個34棟 這個是零四戶型 126方 四房兩梯兩位 它是兩梯四伙的 這裡上來就是兩梯四伙 但是它其他小的戶型 面積段都賣得差不多 這邊還有一個89的 它也賣得差不多 所以就不只剩下很多貨 它剩下很多貨 大一點的戶型 就是126方的 南北對流單位 先進去看看 這個就是它裝修好 一個樣板間 這個就是它的膠標 這個就是它的膠標 其實鎮景峰的膠標 都是以豪宅的標準去做的 也可以說一下三鄉盡景峰 是整個三鄉裡面 其實它都是屬於一個三鄉豪宅 三鄉板塊的豪宅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它老闆是澳門人 澳門那邊的 它有很多那些用料 或者是裝飾風格 或者是屋苑那些設計風格 它都是抄香港澳門那邊 即過來 還有這個盤90%都是香港澳門人 這個盤佔比非常之高 講完正題 進來的就是玄關櫃 因為很多日晚間沒有開放 所以又拍不到 只拍到這個裝修 等等看看有沒有其他日晚間 這個鞋櫃 這個就是它鞋櫃的設計 不過鞋櫃通常就不是膠標 它是這樣的 有些單位是包裝傢俱家電 有些單位是包裝傢俱家電 包裝傢俱家電 所以就要看回到時候 你選擇的單位 所以跟你說回有沒有包裝這個鞋櫃 然後呢 這個就是那個 入門的 有個位置 這個位置也不錯 這個露台位 它就在這裡用來做採光 這邊用來做採光 如果我們換鞋 就可以坐在這邊換鞋 坐在這裡換鞋 然後在鞋櫃拿鞋出來 在這裡換 其實這個露台 就是相當於半露台的位置 都是偷的 都是不算的 都比較好 然後這邊進來 這個就是一個餐廳的位置 它是南北對流的單位 然後這邊呢 它就是 這個餐廳就是四人位 如果這裡有個露台 這邊有個露台 這邊有個露台 那邊就有個大一個露台 觀景陽台 這邊是個小的生活露台 那就可以走一下這裡 你拍一下景觀 這邊的露台 其實你可以拿來浪衫了 而且它來的路 都不會很近 它來的路都不怕近 然後它是看去三鄉 坦州 接近坦州那邊的景觀 因為那條谷都大到 它可以繞坦州快線 然後上去坦州 去珠海那邊 所以這邊就是看那邊的景觀 這個就是露台位 這個露台就是放在 哎呀 夾了手 沒有拍到 笑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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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笑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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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是生活露台的位置 這裏是別墅區 那裏都是別墅 這裏是一期 一期的全都是別墅 別墅都要賣到五、六百萬一套 所以晉景峰的定位都是 整個三鄉屬於比較高端的 順利看到外面的路 之前說怕有些水浸 麥樂雨那時 但如果他一往進來 上到整個晉景峰 其實整個地勢是抬高的 那條路反而在低窪的位置 但其實也不怕 因為我們之前同事 都辦過玉海郊園網簽 就是水浸那一天走出去網簽 他都照開過台車的都沒事 他只是矮一點 小姐好像那些村裡 可能地勢更低 但這些地方全部都抬高 其實都不怕的 說回三鄉這個問題 還有三鄉之後回香港 其實都很方便 大家知不知道 三鄉這裏回雅居樂車站 這裏如果你打的去雅居樂車站 可能是三鄉和雅居樂車站 可能是八元 然後六七元可能都可以到的 然後再搭直通包回香港 所以其實都很方便 這裏就是他一個廚房的位置 他這個廚房的高度我比較喜歡 我今天穿了一雙鞋比較厚 我站在這裏 我都覺得他那個高度是不錯 所以他這個高度是抬高了一點 還有你看他這個廚房三軟套 他都是用華帝的三軟套 如果是精裝修 他廚房這些全部都會包的 只是有些單位是不包外面的家具家電 廚房這些都是全包的 除了移動這些 好像這些裝飾這些東西沒有的之外 這個假的這些沒有的 其他都是有的 其他這些路具廚櫃都是有 你看看廚櫃它還留了一些通風口 這些這樣的排氣口 就是它對防止發霉這些好 也同樣拉近扒 這道門 它外面的材質是防霉的 這種滑滑的這種材質 所以其實來說會比較好 不過它這個設計就是設計了單盤 然後它這裏就是留了窗位採光 拍到這邊 拍到這邊 然後這個就是一個大的冰箱位 這個冰箱位我覺得設計得比較好的 就是夠大126方 這個放大的箱門冰箱 可以雪藏到一 就是家人的那些 一個星期的食物都可以 買菜的那些一個星期都可以 那這邊就是客廳了 客廳等一會出去就是那個大陽台 等一會先拍到房間 我也是習慣先拍到房間 再出來 那這裡就是它那個 就是它那個 突然之間 這是一個書房 今天也是 都是有點不太舒服 這個就是那個書房的位置 然後書房也是看別墅的景觀 我看一下它這個位置 就是看別墅那邊的那個位置 就小小的 其實它在房間裡也會感覺是比較安靜些 那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東東的位置 東北的位置 就是朝 朝 北偏東一點 北偏東一點 所以它都是南北對流 對面就是一個客廳 這個客廳 它也可以走出去那個露台的位置 那如果你們覺得客廳不夠大 那你就把這個 打出去 然後封出去 托出去外面 整個客廳就會比較大 那同樣 其實它也是有位置 可以做到衣櫃的 這個大小一樣都做得到的 那這個就是 你可以拍的景觀 景觀 景觀多漂亮 它看到那個山景 這個山叫什麼山呢 不知道 沒有事 我都不記得了 突然間不記得了這個山 叫什麼山 應該三鄉的山是叫做 五桂山 有掌勁答 如果有粉絲知道 說我聽 這個山就 因為中山有好幾個山 五桂山 我覺得這個應該都是五桂山 山脈之類的 然後呢 這個就是那個 衣櫃的位置 到時候衣櫃你就在這裡做 這間房間的衣櫃 那就 出回來 去它的這個洗手間 洗手間 它做了一個智能鏡櫃 除霧功能 然後呢 這些這樣的燈帶 都有可以按的 然後呢 這個就是它的洗手盆 這個洗手盆做得很好 它這樣不怕撇水的 這種洗手盆 因為它這裡有夾著 然後呢 再到這邊 這邊呢 那 有豪宅的標準 有個露台 就是這裡 洗手間有個露台 那就可以在這裡擺東西 又可以看到風景 那這個就是它的洗手間了 都夠用的 再進回來 看看它這個客房 兩間房 兩間房是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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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間房是南 所以就 主人房 和對面那間房 可以看到山景的 和看到別墅景的 那這裡呢 那這裡呢 就是看一期的別墅景 那這裡就是它的客房了 那這間客房呢 那這間客房呢 它現在放張床 就小了一些的 就應該是一米五的 那這張床 那這張床 那這張床就不是很大 但是它整個整體的採光 都感覺是比較好的 它的採光 然後這邊這個位呢 就是它做衣櫃的 這邊這個位 哎呀這件衣服 我有同款 我有這件衣服的同款 不過 不過呢 就 好幾年了 這件衣服 然後呢 這邊 反正就在這裡做個衣櫃 然後就 我們去主人房 主人房 主人房就 帶個 套間 這個主人房就是 主人房的景觀 真的比較漂亮的 主人房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360 的一個採光位的感覺 所以它主人房 都比較大的 你 斌仔你站在這裡 你站在這裡 你 你 你 以你觀眾的角度 感受一下 拍一下這個景觀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你從這邊 這裡 因為它右手邊 這裡是玻璃的嘛 就是它等於轉角的玻璃 這樣 它一路把整個山景 然後整個別墅景 全部收了下來 所以那個景觀是 真的非常OK的 嗯 就前後無遮擋 全後無遮擋 就是 山景 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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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景是這個單位看不到的 不是 這裡不是看湖景 有啊 那邊有個湖景 不過 哈哈哈哈哈哈 不過它在那些樹裡 你看不到 那邊就是湖景 那邊就是湖景 山景 湖景 湖景 高爾夫球景 啊 高爾夫就 在那邊的 這裡就看不到什麼 看不到多少 這裡主要是看那個山景 山景都已經夠漂亮了 山景都不用看那個湖景了 所以就 買這裡呢 其實就是 真是度假享受自住的 還有呢 我今天來都看到 他們剛才有客戶 都擦了一套 剛剛擦 擦定金 所以其實證明 它這個盤真的比較好賣的 就算工作日來 它也是 都是這麼好賣 然後這邊就是一個 小心啊 這邊就是一個衣櫃 這裡是個衣櫃 主人房的衣櫃 然後它擺床 大概是兩米的 床 所以就是主人房 是足夠大的 這些戶型就是拿來享受 126科 啊 總價大概是 160萬左右 160到87 啊 一百七十幾都有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這個要看回 樓層的高低的 還有呢 這個單位是包全屋的 家私家電的 就是你買完之後呢 就 就不需要操心咯 這個就是 主人房的洗手間了 主人房的洗手間 現在是夠大的了 喏 馬桶都是貨律的 這個馬桶 然後呢 又回來站在這裡 啊 站在這裡看到它的採光位 整個洗手間的採光位 啊 是 挺大一下 那這邊還有一個露台 這些露台都是送的嘛 這個位置都是送的嘛 所以你整個洗手間 就顯得很大了 是啊 那出去講回現在樓盤的政策 那 就拍一下 這邊入門啦 那 由這裡廚房 然後飯廳 然後這邊客廳 客廳的開間是幾足夠的 客廳的開間我估計 應該都有四米幾的一個開間 四米幾 四米 應該四米二吧 這裡比較闊 這裡比較闊 四米二應該都有的 所以他126房等於南北對流 這邊是南 那邊是北 這個南主要是看山景 然後看別墅景觀的 那還有來講 剛才說回駐景觀的政策 他現在126房的呢 是 我看看先 現在126房的 是包全屋的家居家電的 那 還有 還有 他還有樓層可以選擇的 然後有一個低首付 三萬元的政策 低首付 三萬元 還有 其餘的話 他的首付 就是三萬元可以上車 你就給三萬元的定金 就當是首付就可以了 然後剩下的 就開發箱打給你的 就是反給你的 就是開發箱就無條件 借給你 兩年 兩年這樣 兩年免息分期 借給你 就是剩下的首付 還有跟大家講回 現在最新的消息就是 就是 24號開始 中山 珠海 江門 這幾個城市 就是廣東這邊的 全部都已經 包括廣東的19個城市 除了廣州和深圳之外 其他城市全部都是1.5成首付 之前呢 我們是2成首付的 再以前是3成 那如果之前是2成 就前幾個我成交的 都是2成 那就是 不是很好意思 那沒辦法的 不過都不是差很多 那2成 然後呢 24號之後 就全部都是按照1.5成的首付去計 1.5成 那所以來講呢 就 這個政產呢 都是一個非常之 就是阿爺 舊市那個 非常之利好的手段 是啊 那你說未來 有沒有可能實現到 曾亨正的零首付 這個很難說 如果真正實現到零首付的時候 哇 我真是 那我也很開心啦 謝天謝地啦 為什麼呢 因為 如果這樣 這樣樓市一定會爆 真的會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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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會火熱 會爆 就是會很火爆 不是爆雷那種爆 是火熱那種爆 就是爆盤 賣得很好 那你到時候又會出條件限制 就是 其實不說那個真正政府零首付 但是 現在來說 其實很多樓盤 都現在是做這種類似低手付上車的政策 其實是一樣的 好像三鄉俊敬峰這個樓盤也是一樣的 反正阿爺現在的政策是1.5成 就是其他樓盤的話 你可以做到1.5成 那 100萬個房間 你就15萬 你就可以做這個上車了 所以這也是一個非常利好的消息 還有 你們在香港的一個粉絲朋友 可能沒有發覺到 其實現在大陸的樓市真的在匯暖 因為春光水暖鴨先知 就是我們先知 就是我們知道現在的大樓 包括我身邊好幾個以前的朋友 開始問我買樓的事情 開始問我怎樣買 可以避免中坑、中服 然後可以買到一些好好的位置 那些現在打電話給我 就是整天問我怎樣搞 就是 因為他們都在想這個政策那裡入手 所以來講其實 只要樓市它慢慢往起身 和阿爺 它這麼強烈的舊市的情況下 其實大陸的市場一定不會差的 那我覺得如果你說 就是自己說 打算退休養老自住 度假自住 其實現在這個時間 真的比較適合入手的時間 還有除了這些利好 其實大陸這邊還有非常多的利好 可能你們沒有關注的 例如中山一個深中通道 今天廣州的一個廣州 廣州、佛山、東莞、少慶 這四個城市 廣州城際線 廣州城際這四條線 廣東這四條城際線 全部打通了 之前是沒有打通的 現在直接從廣州一站式坐下來 全程一百五十元 那你就可以一日之內 挽轉四個城市了 雖然現在還未到中山 因為中山這個城際 還在看著 很多人在看著 接駁著 如果接駁了之後 你未來真的全部打通了 珠海、中山、廣州 整個大灣區全部連在一起 那時候 你真是交通是非常便利的 所以其實你現在 如果你上車中山 或者上車珠海 其實都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這個是真是說真的 為什麼這麼多政策出現 其實你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就是 阿爺要將整個大灣區融合 要將大灣區融合發展 將經濟拉起來 我今天又說多了 在客廳這裡說得比較多 反正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政策 還有我對這個政策 我都是比較認可的 就是分享一下近期的資訊 因為很多香港粉絲朋友 喜歡聽一下我們大陸的資訊 我通常就是在影片裡拍一下 又很少單獨出一條 如果大家想我單獨出資訊 也可以在評論區留言給我 然後你看到陽台現在非常長的陽台 這個陽台起碼有去到八米的陽台 因為它連在和室那裡 連在和室那裡 所以在一個超長的跑道式的陽台 由你一直走過來這裡 你就可以看得到整個景觀 反正說回來 就是近景峰現在是三萬首富 找我們有現金回贈 然後就找你們三萬首富搞定了 然後就剩下一個開發商借給你 那這個開發商是非常有錢的 它全部都是現樓發售 澳門的開發商來的 澳門人 所以它這個盤 都是專門為了香港澳門的業主去打造的 那整個歐院的文化 社區文化都是 等於反正現在現樓沒有風險 然後即買即入住 即買即收樓 126方它就包含全家居家電 那我們就去看看有沒有其他戶型 拜拜 Hello 我現在來到這個89方 即是34棟 89方的 然後27樓這裡 這個就是三房一位的設計 它因為這裡沒有戶型圖 到時候叫社經司打張上去 這個是交樓標準 所以看到其實它有鞋櫃的 剛才那個126方都是有鞋櫃的 這個就是89方的 89方的景觀可以說是 整棟裡面的景觀真的比較漂亮 所以相對來說 它的單價也會高一點點 單價 那現在就進來拍 這些全部是交景 然後呢 這個就是 這邊有餐廳 89方它同樣都賣得很快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喜歡這些景觀 或者喜歡這種感覺 喜歡這個樓盤的豪宅標準 三位豪宅標準 這種感覺 還有高爾夫景觀 就過來看看這個樓盤 這個89的 你看看我現在站在這裡有多大風 因為它都有兩個陽台 這邊可以實現到這個南北對樓 那這裡 89方的廚房都屬於比較長的一個空間 即是有櫃 不過這裡就是因為它有條柱擋住了 其實洗空間是這邊 然後這個位置就洗切炒 這邊就是那個櫃 這邊就是那個櫃 這裡就是冰箱位 這個是冰箱位置 這個冰箱位置 這個冰箱位置 這麼寬闊的廚房其實都很不錯 然後這裡是個生活露台 這個生活露台的位置 完全沒有問題 浪衫這些 洗衣服在這裡 然後就行溫出來了 等一會再拍這個精華 即是它釀到的精華 真是挺漂亮的 從這個行溫進來 就這個是 這兩間是細房來的 它是三房一位 1 1 2 3 先拍洗手間 這個就是洗手間 洗手間做了光濕分離 這些全部是一個膠標來的 它這種設計比較好的 可以毛巾到時候 可以掛在這個位置 掛在這個拉手這個位置 那這裡也都可以採得到光 那它就上一間這裏 那個馬桶在這裏 然後那個洗手盆 鏡櫃的位置就在這裏 那這邊這間是一個兒童房 因為這間房不是十分大的 但是我就發覺它這間房的採光 都屬於比較好 然後這間細房也都可以看得到 這個高爾夫練習場 這間是練習場來的 就是高爾夫球場的景觀 就是很大片的綠草地 以及看到部分的湖景 就是這間房 放了麥克風的床都沒問題 這個房 就是小朋友住 那一出來它就是這個洗手間 它這個模型的設計很好 在陽台和三間房 全部都可以看得到景觀 然後這個就是一個客房 或者是長輩房 這間房 都是完全把高爾夫球場的景觀 以及那個湖景 盡收眼底的 以及山景 以及別墅景 所以為何八十九房賣得比較貴 就是這樣 八十九房賣得比較貴 山景、湖景、別墅景、高爾夫球場景 是不是 這邊到時候就在這個位置 做一些小一點的衣櫃 這間房就比較小一點 因為本身八十九房做一個 做一個比較極致的三房 兩個陽台的設計 然後這邊的主人房就比較大 因為它這個露台的位置 就是送的 所以房間就大一點 還有你可以放了兩米的床 在這邊也可以 那這個同樣的 三間房都可以看到景觀 嗯 走過來走 三間房全部都是把景觀全部收到眼底 這個主人房了 美不美啊 所以為什麼它賣得這麼好 八十九房賣得很好 八十九房的 從這個位置可以做到一個衣櫃 這個位置 八十九房總價約一百二十萬左右 一百二十五萬左右 反正最終看回樓層 樓層越高越貴 越矮越便宜 現在我們在二十七樓 然後來說 反正前面都是沒有遮擋的 因為呢 因為盡景峰他現在賣這幾棟 其實基本上全部都是沒有遮擋的 他就是幾棟樓垢 總共五棟小工層 其實他就是和前後的別墅景 所以山景這些全部都是永久的資源來的 山景湖景高爾夫這些全部都是永久資源 他不會再有什麼改動的 所以來說 景觀很好 再拍一次 這邊轉過來 這裡就是個廳 廳都夠闊落的了 廳的感覺也有三米六左右 廳是夠闊落的 所以來說 這些盤是一個享受型的 三鄉豪宅高端盤 13000元左右的單價 買這裡 總價反正就是 八十九方總價就是120多萬左右 那你除下來說 13000元左右的單價 13000至14000 最高14000 應該都未去到14000 13000左右 但他有零首付 等於三萬定金可以上車 然後其他開入商借給你 然後來說 現在你在大陸這裡做供樓 都很簡單 1.5成 首付而已 那你剩下的 到時候你去做按揭 其實一個月供 寄回來都是4000元左右 四五千都不高 四五千左右一個月供 你可以買到這麼舒適環境的樓 這麼舒適環境 這麼好的生態環境 這裡的負離子都很高 因為通常你接近這些 山景、湖景這些資源 就是整片山脈 外面連片那些山脈 這裡這個盤最好的 就是賣入生態環境資源 以及景觀資源 沒有遮擋 永久的 這些是永久性的 因為這些全部都已經建好了 所以是永久性的景觀資源 不會再有任何什麼改變 所以來說這些景觀資源是保障 就是你以後你買這裡 為什麼這個盤這麼多 香港客戶和澳門客戶買呢 是真的因為它景觀舒服 還有到時候它外面那條谷都大到 可以直接直撐上去 即是去到廣珠的口岸 這裡去廣珠的口岸 20分鐘而已 還有來說 我站在哪個位置 漂亮一點 你站在這裡 即是要拍到後面 景觀漂亮 給大家看一下 我自己站在這裡也覺得很舒服 說回去 如果是怎樣回港珠澳 就是這裡 第一個可以打車回港珠澳香港 20分鐘左右 25分鐘左右 第二個你就可以坐車去到 雅吉諾總站 然後就可以坐直通巴 回香港荃灣和太子 還有一個方法就是 你可以在香港的中港城 然後坐到珠海的九州港 然後再打車過來這裡 就是20分鐘左右 所以來說反正是很方便的 還有這個盤周邊去屏東市場 即是有一個屏東市場 行路過去六分鐘左右 六分鐘左右 五分鐘就到三鄉的人民 三鄉的醫院 還有三鄉的新的人民醫院 是三家醫院來的 這個大概就是要九分鐘到十分鐘左右 打車過得到去 所以來說整個樓盤的配套是非常好的 還有還有周邊很多公園是環繞的 有個叫做小浪環公園 還有這裡去全眼溫泉的非常之近的 如果你去溫泉那裡度假 大概五六分鐘打車就可以去到 全眼溫泉 還有一個高爾夫練習場 在中山溫泉旁邊的 高爾夫球場在那邊 大概都是十分鐘左右 周邊基本上度假配套娛樂 全部都齊全的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人選擇 這邊就是這樣 三鄉反正來說 可能前陣子有一個不太好的水浸 這個問題 但坦白說 你哪些地方沒有水浸 深圳珠海都有 然後你這些百年難得一遇 不是經常都是這樣 反過來都是那些地勢矮的地方 地勢高的地方是不怕的 因為它現在有客戶 這個戶型我們就不拍了 我們去看看花園 現在下來 這裡就是它一個 你看到嗎 這裡就是它大堂 六米高的大堂 整個整個好像是酒店式 酒店式的風格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它整個大堂 比較豪宅型的感覺 現在瑞士都有阿姨在打掃 這邊也是一個入戶大堂 整個大堂真的很像酒店式 大堂是做得漂亮的 這個要跟它點讚的 做得挺漂亮的 所以買到這裡也是享受 剛才說的 一百二十六方的單價最便宜 一萬二千多 最便宜那套一萬二千多 如果貴一點都要去到 一萬三左右 也要看總價 八六萬到八七萬 最高有八七十八萬左右 總價 這邊 我們再走到原流 現在來到花園這裡 這邊還有一些入口 這邊是別墅那邊 大小區同樣走過去 這裡有預留了一條走廊走過去 你站這裡 你站過來 這裡有些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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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泳池 應該不是泳池 不好意思 粉絲朋友 這是他們的水景 這些水景單位 他們的別墅和小區 都是連在一起的 這邊上來 這邊就是小區 因為很曬 所以我就擔著 傘來拍 太曬了 這邊幾棟 只有五棟小高層 你拍一下這些 它真的全部都是現樓發售 現在即買即收樓 還有現在我走在圓林這裡 這幾棟的圓林 就不是很大 但是連在整個別墅 如果就大了 還有來講 因為這邊的山景資源很多 所以它沒有必要做那麼多圓林 因為這邊的空氣很好 現在我走下來 我也感覺到 它的空氣質量是屬於比較好的 雖然圓林不是很大 但是它基本上什麼都有的 什麼都有 那邊就有些棕櫚樹 工櫚樹 那些都有的 反正來說 這個盤 沒有田扣費 零首付 基本上是 就是三萬元 你就代三萬元過來搞定 然後呢 風景漂亮 還有呢 就是 因為有錢攬埋心頭號 所以其實很多客戶 喜歡這些景觀 自然就會買 所以這些就是有錢攬埋心頭號 如果你們想用這種 度假環境的山景豪宅 和生態資源 和未來回港珠澳方便 這個盤是非常適合的 這個盤是去口岸 和回香港到時候走廣珠澳 和去珠海都非常近的 這裏去珠海都是十多分鐘 去珠湖 都是十多分鐘 它整條大道一剷就是珠海了 所以這個盤都有它的優勢 而且雖然價錢相對來說 是比其他盤貴的 但是它這個價錢是值的 就是它這個價錢是底的 最便宜12000多的單價 貴一點就是13000多 看看樓層和景觀 現在所剩的就是89和126的居多 108的就只剩一間兩間 所以我沒有拍到那個戶型 但是都是藍一對流 如果大家想看就約Jessica來看 而且這個盤也會有回贈給你們 看看送什麼我們會在上面打 如果有興趣就加我右上角的微信 反正加我微信號咨詢 我發資料給你們和你們想過來看 三鄉的盤或者坦州的盤或者神灣的盤 完全沒有問題的 和你們分析所有的利備 避免中伏 找Jessica看樓 好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